以蜜乾站長日文諧音 取名的蜜乾醬是高雄捷運公司 與在地的手工果醬業者 合作的特色伴手禮 在輕軌成員亮相 尋味度破表 現在已經在高捷美麗島站 商品館開賣 也推出了蜜乾小提燈 加架構的活動 針對春節假期 高捷公司也做好了運輸規劃 在輕軌成員初登場的特色伴手禮 蜜乾醬是高雄捷運公司 與在地手工果醬業者 聯名合作商品 現在在高捷R10美麗島站 商品館開賣了 蜜乾醬使用鋼山在地蜂蜜 帶入柑橘風味 並以蜜乾站長的日文協議來命名 只有在美麗島站 商品館才買得到 對此也推出小提燈的 加架構活動 在高雄捷運這邊的話 我們就有一個很特別的是 蜂蜜柑橘的口味 那另外的話 在美麗島站商品館 也可以看到 其他四種很可愛跟很特別的 這個口味的 這個果醬的販售 還有加架構 就是我們這個 現在手上這個很可愛的蜜乾的 龍年龍龍來小提燈 身體呢 其實是我們的捷運的車廂 那再來的話呢 如果我們把尾巴拿掉 它其實是可以一直繼續做連結的 變成一個非常長的一個 像是五龍這樣子的一個 很可愛的小提燈 同樣在二月份亮相的 還有蜜乾站長農年主題店 不但充滿濃濃的春節氛圍 還有特色餐點以及許多相關的周邊商品 現場有非常多可愛的餐點 然後上面的話呢 大家都可以看到可愛的蜜乾 在現場跟大家一起同樂 另外的話呢 如果說消費有滿額 也可以抽我們的金鑽套卡 然後還有一些周邊限量的商品 在現場也可以供大家參觀選購 另外再補充一點 就是我們的美麗島的商品館啊 也有做我們的祈福御守的販賣 那這個祈福御守非常的特別是 它裡面是我們以前的捷運單程票的這個Token 那它這個部分的話呢 大家如果之後啊 想要使用的話 是可以拿出來搭乘捷運的 龍曆春節期間 高捷公司依據以往年節輸運經驗及需求 除夕當天捷運營運班距 將調整約8到10分鐘 而大年初三及初四的出遊熱門時段 將加密班距 並且是人潮狀況 加開班車 平常就是8分鐘一班 那最密的話呢 我們會到4到5分鐘一班 這樣子的一個班距 那另外在輕軌的部分的話呢 也是在這個大家出遊的時候 我們的班距也會加密 我們最短的班距大概是8分鐘左右 那另外的話呢 就會維持在15分鐘以內 這樣子的一個班距 那另外的話呢 我們在春節期間 也會有加班車的部分 像是在我們的捷運的O1到O5 就美麗島到西紫灣的這個部分的話呢 我們會有加班車 那另外在輕軌的部分 我們是C1到C14的這個部分 Liana I到我們的這個哈馬新的這個部分 也會有加班車的部分 高捷公司提醒 輕軌在2月25號前免費搭乘 不過進出站還是要記得刷卡 不但不扣款 還能夠參加週週抽iPhone活動 邀請民眾春節期間多加利用 稍後 停車